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0月13日 周日早上,八甲上演独角戏,古亚巴将主场迎战高士路 届时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古亚巴与高士路之间的积分差距只有2分 并且双方都要为户籍而战 因此,金杖比赛必定会上演一番精彩对决 古亚巴上轮联赛成功赢球止颓 他们凭借卡拉逊、阿伦安佩拿和费兰度彭丽拿各建一功 最终以3比0大胜傅明尼斯 球队一扫之前6轮联赛仅得一合五负的颓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 古亚巴如今表现相比之前好取联赛4连胜相差甚远 尤其是上轮联赛对手傅明尼斯正处于低迷状态中 近4轮联赛输了3场 可见球队取胜含金量有所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 古亚巴虽然目前手握32分排名积分榜第11位 但他们领先金杖对手高士路只有2分 考虑到如今的八甲户籍形势有些复杂 古亚巴目前只能在降班区徘徊 少赛一轮联赛的情况下高出降班区5分 这也意味着古亚巴金杖比赛与高士路的交锋实则是一场户籍大战 双方都没有失分的空间 毫无疑问 古亚巴必定会全力以赴 在沉沦多年之后 高士路经济以升班马的身份回到八甲的大家庭 但征战这个竞争激烈的顶级联赛 他们面对的困难非常大 尤其是目前在少赛一轮联赛的情况下仅高出降班区3分 球队户籍形势未算乐观 换言之 高士路将在接下来的比赛要为户籍而战 球队抢分欲望较为强烈 但不利的是 高士路最近战绩令人担忧 他们进11轮联赛仅得一胜6合4负的劣迹 其中最近一次做客出战也遭到失利 球队如此表现怎能令人放心 此番面对同位户籍而战的古亚巴 高士路必须奋力一战 首要任务确保能够全身而退 阵容方面 中场尔宾尼迪和前锋拉菲尔比路等人殷商休战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